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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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呢? 有時候我在街上會遇到觀眾 然後他們第一句就會說 你是做甜品的 混蛋吧? 我認得你啊 然後我就會想 不過我是做甜品的嗎? 難道...不是啊 還要做其他東西嗎? 不過我都明白 我做正餐是很少的 因為我不會自己 一個人做給自己一個人吃 好像很奇怪 好像很浪費時間 浪費火力 這次我們 我們做一個正餐 然後還要一次過 做完整套東西 不過我告訴大家 拍起來是很吵架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現在你看這個畫面 是我拍完之後補拍的片頭 哈哈 我一次過呢 又要拍又要做 同一時間做三樣東西 然後那次還有一些亂出來的成品 不是我測試的時候那個效果 就是這樣 現在馬上看看 是這次做什麼 小河 有什麼情願 走 想想要做這個 的 那我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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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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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魚放進去焗的時候 煮的湯就剛剛好時間 半小時多一點就可以完全煮了 但剛才我調轉了次序 所以這條魚就攤太久了 就是這樣 這個魚應該是用銀雪魚的 但銀雪魚實在是超級難買 家就算有買也是超級貴的 所以選擇了用比目魚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假的銀雪魚 它們可能叫做雪魚、白雪魚 不知道什麼雪魚 總之很多都不是銀雪魚那種很油 軟滋滋滋的質感 有些是完全乾柴的 有些是很硬的 因為銀雪魚有自己一個獨特的名字 但英文和中文都會撈亂 有很多油、軟滋的銀雪魚 差不多超級貴的 我想都要100元一塊 所以如果你見到比100元 你應該都是假的 不好吃的 所以比目魚是比假的銀雪魚更好吃 而且又是便宜和穩固的 所以這次就用了比目魚 你可以用三文魚也可以 三文魚也是OK的選擇 如果你賣好一點 就沒那麼容易有腥味 那也是不錯的 如果你家裡沒有焗爐 你也可以選擇用煎的方法來做這個魚 但是煎之前記得先把表面的漿 刮走一點點 因為那些醬裡面有很多糖 所以它煎的時候會很容易焦 所以就不可以有那麼多的那些醬 你可以選擇煎慢火慢慢煎 煎到差不多才加一些那些醬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又會看到一樣材料 那樣東西叫味淋 那是什麼呢? 味淋其實有一種甜的酒 那它就是酒再加了很多甜味 加了很多糖漿 然後混合的一種東西 所以它就會有一股的酒味 還有有一股的甜味 那如果你說沒有啊 那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你有清酒 你也可以用清酒加一些糖 這樣代替它 但是呢 就要慢慢自己試一下 因為要不然就有機會會太甜 那如果你說我有沒有清酒 有沒有味淋 只有糖 那怎麼辦呢? 那... 都沒得算的 你不要嘗試找其他東西代替它了 不過你可以告訴我 你們有沒有試過 鑑粗把一個食譜裡面的東西 換走了做其他東西 之後那個結果是OK的 或者呢 換走了之後變了災難性的 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很想知道有沒有人試過 鑑粗換走的材料 之後發生這些事 另外呢 這個椰菜絲呢 你如果浸了冰水之後呢 就可以沖走了它那些草的味道 那就是OK的了 那就可以直接吃 那另外呢 這次呢 是一個超級簡單 就是一個單車版本的麵糞湯 那其實呢 那個湯呢 不是應該用水的 應該是用少少湯底去做的 那你可能平時會用 有少少肉類 這樣加了下去 那就可以當成一個湯底了 又或者呢 可以用呢 魚肝 昆布 還有呢 這個木魚碎 然後呢 這樣煮了那個湯底呢 然後才呢 造成這個麵糞湯的 那這些呢 在超市呢 就買到的了 那就是很簡單的 你就這樣去買 一包 十幾十元就可以買得到的了 那加起來呢 你平時做的時候呢 就可以很簡單 很容易地做到麵糞湯 那記住喔 麵糞呢 是一樣超級多鹽 每一百克麵糞裡面 都有十幾克鹽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們呢 就要看著那個份量 不要加太多啦 還有呢 這裡是兩個人的 你不要一個人吃完 要不然呢 你一個人吃了十幾克鹽呢 那你那天呢 鹽份呢 就會超飆很多的了 因為建議呢 我們平時大概呢 就是不要超過五克 那就是呢 你不能吃超過五十克的麵糞 那是說的是全日喔 全日喔 所以呢 你盡可能呢 就用那個湯底啦 然後就不要加那麼多麵糞 那這個呢 反而不用怕的 因為它實際黏在上面的 就不是很多的 反而有剩下很多的醬 在底下 或者滴走了 那就不用那麼怕的 好 接著呢 就到這個飯了 那這個飯呢 如果你們平時呢 你有看到去買的那些日本米呢 你就會看到呢 為什麼我們平時買的那些五公斤那些那麼大包呢 因為呢 日本人呢 會覺得呢 那些飯呢 如果磨開了它面頭的那個殼 變成白米之後呢 它呢 那些味道就會開始流走 所以呢 它們呢 做到都是很細胞 它們呢 會去買一些糙米 就是那個殼味磨走那種糙米 然後回家自己磨 或者拿到樓下呢 有時候有些好像洗衣店的地方 那些叫做磨米泡 你把銀子放進去呢 它就可以馬上磨好面頭的泡出來 那你每次呢 就磨少少 好像要吃多少就磨多少 那它們覺得呢 就可以最保留到那些飯的味 那它煮的時候呢 都會呢 這樣的 不停地這樣洗 洗到那些米的水呢 變成透明 洗這麼多次的目的呢 就是呢 希望呢 那些米磨得很滑 就是你在洗的過程之中呢 那它不停地磨那些米的嘛 那米呢 那米呢 就會磨得很光滑 那呢 就不會說呢 很多那些米的碎呢 搞得呢 全部東西黏著黏著 之後呢 煮出來呢 爛爛爛爛爛 那每一粒呢 都是一粒一粒一粒的 而且呢 它們呢 會喜歡 先浸一陣子的 就是那個米呢 不是一倒水下去 就馬上按電飯煲的 它們可能會浸一陣子 等米呢 先吸水了 然後呢 才煮呢 那它就由心呢 和那個殼外面呢 都一樣呢 是這麼多水分 那就不同一個質感了 但是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呢 就是呢 米呢 是不應該洗這麼多次的 因為呢 洗了太多次呢 就會洗走營養啊 那些東西就會沖走了 但是呢 其實這件事呢 不是真的 因為呢 最主要有營養的東西呢 磨成白米的時候 已經磨走了 白米呢 是最沒有營養的東西來的 就是這樣啦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吃白米呢 你洗多少次都不怕的 它也是這樣的啦 它不會 它不會洗走營養的 營養一早已經沒有了 就是這樣啦 我們呢 還有一件事是超級重要的 記得呢 最重要的事情呢 現在在下面先按一個Like 你覺得看不到這裡嗎 有顆暗瘡 如果你想下次見不到這顆暗瘡呢 就 就按多幾個Like 按多幾個Like 還有記得留言 看看我們一起 研究一下 還要做些什麼 或者你想知道有什麼 資訊性的東西 你想知道的 那我們一起由 下次借某一些食物 來去 說一下那件事 究竟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呢 開始吃了 你猜是現在幾點 其實現在是 凌晨的3點49分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記得有留言和Like 我看到你沒有的 我看到你沒有Like 沒有 Comment 我看到你們沒有Like 沒有 burgers 感谢观看